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道理不懂 搞什么文学 文学你只有理解了人性 理解了人的丰富性 你才知道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样 就像日瓦格一生当中 他写的那个坏人 又很仗义的一面 就像这个飘当中 这个白瑞德 不用说了 他这个角色为什么塑造成功呢 他各种各样的品质 基于一生 他这个人很丰富 他了解这个社会 而在这个日瓦格一生当中 有个科马洛夫斯基 就是他同时占有了这母女俩 而且在关键时刻 他只管做生意 只管经商 也不讲道德 但关键时刻 他还帮助了日瓦格一生 就是这样一个人 就像这个 怎么说 就像我们讲的黑社会 这个文强 文强 你注意到文强的 这个罪行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人啊 他一定有他的长处 他犯罪是肯定的 他贪污了 但是啊 他一定有很仗义的一面 他一定有做人做事 很地道 否则这么多 这个鱼龙混杂 这么多人把他当大哥 而且他能够立足 他一定有他不简单的一方面 这就是一个文学的角色 不要单单说 哎呀 这个人就是一个邪恶的 不是这么回事 他很丰富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不是从法律的角度 法律看人都是 都是用条文来看 人 文学看人 要换角度 常常要站在这个人的角度 看那个人 站在那个人角度 看这个人 要换着角度来 来观察人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 人的丰富性 怎么样呢 就要变换角度 你看《红楼梦》 为什么这么丰富 我们就会发现 你比如说 刘姥姥进大观园 那一场戏 他完全 这个作者 就化身为刘姥姥 他自己就是个刘姥姥 他进了大观园 看见这个 看见那个 他说出一番话 他如果站在 曹雪芹的角度 站在贾宝玉的角度 他说不出那番话来 他自己当时 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刘姥姥 他的眼里 这些东西都很奇怪 才能说出一些话了 你们拔根毛 比我们腰还粗 就只有刘姥姥 进大观园 才能说出的话 所以你会转换 你到了庙宇那里 他又是一番话 又是一种 一种情怀 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一个人的 我讲了半天 其实我在强调 一和丰富的关系 一个人心目当中 有了一原则 什么原则 我们说的 真理 信仰 爱 这些根本的原则 做人的这种意 道义 声明大义的义 但是这个义不是抽象的 正因为你有了这个义 你才会变得很丰富 正因为你很丰富 你这个义才是活生生的 不是一根火柴棒 也不是一个打人的一根棒 你是丰富的 我举例子来讲 大家看这个敦煌的壁画 我90年 我就去看过敦煌的壁画 我有一次 我做了一个实验 但我不是一个 怎么说 喜欢神神道道的人 我本来还是个唯物主义者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是什么主义者 可能是一个 反正我是一个 相信灵性的人 我就有一次 我就在这个 我去敦煌的时候 等到这个导游都走了 我就 把自己处在一个 梦想的理想的境地 就是说 导游全走了 我把这个洞窟的门关起来 那时候人还少 我不走 我把门一关 我坐在这个 黑洞洞的壁画里面 我门一关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壁画 全都动起来了 也可能是我的幻觉 也可能就是真的 反正它们就动起来了 我跟着这些飞天 跟着这些壁画 就动起来了 我这个课 为什么可以这么讲 我在那个洞里面修炼过 我那个壁画一动的时候 我已经 我觉得自己已经 修炼到一定份上了 什么意思 不讲那么悬 就是说 因为所有的壁画 飞天啊 这些老虎啊 菩提树啊 这些人物啊 这些国王王后 释迦牟尼 所有所有这一切 都是什么 都是佛 他画的每一笔 都是佛 正因为有了这个佛 所以这个壁画才这么丰富 理解吗 历年 历朝历代 谁一个西方殖民者 有点眼光的 赶紧就 产一面墙走了 就是就 偷走也好 是买走也好 就觉得这是宝贝啊 为什么是宝贝啊 如果我们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因为它有一 是有信仰的人 有宗教的人 画的壁画 所以这些人不需要留名字了 他留下来 只留下来这个名字就行了 是佛画的 不是人画的 佛用他的牵手画的 所以那些牵手观音神奇 大家设想 如果没有这个一 没有这个佛 没有这个佛 会变成什么样 光凭着想象力 我们看到纽约这个SOHO里面 哎呀 很多中国的艺术家 搞怪 包括七九八 我不太愿意去 那是艺术吗 那不是艺术 就搞怪 我明天搞个现代艺术展 我这儿把这个垃圾袋剪破了 往那儿一挂 你们看 那个麻袋一挂 这是想象力啊 皇帝的心意 这没有什么多大意思 当然也有 可能也有好 我在纽约那些 包括那个 哥根汉 现代艺术博物馆 我一出门 就语出惊人 我说这里的东西 十年之内 百分之九十都得扔掉 果然是这样 就扔掉 最有趣的就是说 他那儿放个烟缸 旁边扔点破烟头 我就在那儿动 旁边一个 西装革里的一个 一个黑人的 一个服务员 一个管理员 不能动 这是艺术品 哦 这是艺术品 我当时就好笑 这不就是垃圾吗 那个烟缸 你给破烟头 放的烟缸 就是艺术品吗 所以啊 我理解顿皇壁画 就是说 他有这个衣 他有神圣的信仰 所以呢 他才那么丰富 如果没有这个佛 画起乱七八糟的 神奇的东西 一点都不神奇 这种东西 自古以来就有了 没那么了不起的 你以为古人 不会搞现代艺术 古人最会搞了 那这个古人画的 你看那个三星堆里面 搞的 那都是毕加索水平的 毕加索画的画 是不是特别像 三星堆里面的 这是这样的嘛 那没有什么 那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东西 有衣 变得丰富 同样 正因为 有这么好的 这么丰富的心灵 这么优秀的艺术 使得这个佛 也活起来了 不会僵化 理解吗 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 如果这个人 没有原则 一个人做事情 没有原则 那么就是成天 胡吃海喝 然后跟你搞一些阴谋诡计 你会觉得这个人很聪明 但是怎么样 最后发现 是个小人 没意思 没有原则 他做事情没有原则 是吧 他很聪明 成天一件事情 他有八个鬼主意 但是呢 反过来 一个人有原则的人 天天跟你讲原则 讲得你头都疼了 僵硬了 都不对 要像卫队长那样 心里面有列宁 有革命理想 但是行为上 稍微放松一点 精彩一点 丰富一点 不是一点点 是丰富很多 理解吗 这就是衣和丰富的关系 我说了半天 就是想讲 这个人呢 不要单调 要丰富 要有一个时空的 一个距离感 就会丰富了 我再给你们举例子 还是圣经当中 讲的例子 圣经当中 还有一个先知啊 名字叫 名字叫 以西节 我本来今天 都不想讲圣经了 我突然发现 好多重要的没讲 以西节书 是圣经旧约当中 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是个什么 以西节是个什么人呢 是个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个守望者的名字 就是这样来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 大家知道 塞林格 前一阵去世 他就写一些小孩 一些纽约街头混的 一些小流氓一样的小孩 但是呢 假如没有以西节的故事 假如没有圣经 这个看不见的背景 这个潜藏的神圣意义上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不成立 一些小屁孩在街上混 那有什么呀 但是他的名字叫 守望者 有一个无形的背景 在后面支撑着 以西节的故事 我告诉大家 从前有个先知 叫以西节 他在心里面 梦里面 产生了神域 就耶和华跟他说 以西节 我有话跟你说 你起来 好好听着 你起来 你呀 我给你一个任务 给你一个使命 当你的家园 遭受危险的时候 有外敌入侵的时候 你要警醒你的人民 也就是说 你要作为一个守望者 看护以色列人的家园 敌人要来了 你要吹号角 就说敌人来了 准备好战斗 你们不能再这样 吃吃喝喝 浑浑噩噩噩了 你们要醒一醒了 你要做这样一个守望者 如果灾难将要来临 你告诉人们 人们不听 那是他们的事 但是如果灾难将要来临 你不说 是你的事 你要做一个守望者 以西节说好 他就做一个守望者 果然敌人要来的时候 他吹响了号角 警醒他的人民 结果他的人民不听 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读了圣经以后 我在思考 在学习的时候 我一看 谁是守望者 鲁迅就是一个守望者 所以我在纪念 鲁迅先生诞成一百周年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文章 还发在中华读书报上 那比较早 好像是1996年了 叫民族的守望者 我哪里学来的 以西节的故事学来的 没有人这么提 所以我觉得读圣经 能够有个好处 我们看 呐喊 呐喊是什么意思 呐喊就是说 醒一醒 灾难要来了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 你们不能再这样 昏睡下去了 这个形式多么严峻 他就是以西节 所以圣经里面的故事 这些先知不是白写 我最近又在希腊神话当中 发现一个以西节 我刚发现 正好有这个 有人请我去讲课 让我去讲 我犹豫在山还是答应 讲什么呢 他说你讲外国文学 讲什么 我说讲希腊神话 我还是讲神话 结果我重新再看 希腊神话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人 叫卡珊德拉 这个人名字啊 是这么写的 叫卡珊德拉 翻译成中文呢 应该是卡珊德拉 这个卡珊德拉 是怎么样一个形象呢 她是特洛伊城的公主 也就是帕里斯 是她失散的兄弟 这个人呢 从前啊 阿波罗太阳神 追求他 他容貌美好 这个很贤惠 这个阿波罗爱上他 可是呢 他拒绝了阿波罗 就阿波罗在爱上他的时候啊 因为阿波罗是太阳神 因为掌管命运 就赋予了他一个本领 让他能够预言 他是个预言家 他说什么就会发生 可是呢 他拒绝了 阿波罗的爱情 阿波罗就生气了 反正我也教会你预言了 你的本事也夺不住 阿波罗呢 本事更大 他就说 我要让周围的人 都不相信你的预言 就阿波罗使了一个话 让他会预言 要让周围的人都不相信他的预言 好 这个卡山德拉的命运就是这样 他看见他的兄弟 帕里斯 坐了 在这个诸神的帮助下 造了一艘大船 扬帆起航 去找海伦 要把海伦骗过来 他就大喊 不行啊 你这样子去啊 特洛伊城要毁灭了 你要把死亡啊 带来啊 你这个不能这样的 特洛伊城要摘 大家觉得你有毛病嘛 人家去迎亲了 这跟特洛伊城毁灭有什么关系 尤其是 当这个奥德修斯 造了一个木马 大家知道 里面都是埋藏着这个 全副武装的这个战士 丢在这个城门口 特洛伊战争 打了多少年 不分胜负 奥德修斯就设计了这个木马 结果呢 特洛伊人很天真 觉得这是个吉祥物 觉得就是 希腊人可能要停战了 他们的一厢情愿 就在他们欢天喜地 又把这个木马搬进城的时候啊 这个卡森德拉 劈头散发的 走在大街小巷说 你们不能把他搬进来啊 这个里面啊 我看见死神从这个 这个木马的肚子里面冲出来啊 这个要有灾祸啊 他说我看见了 特洛伊城的妇女啊 哭哭啼啼的 被别的民族的人 带走做奴隶了 哎呀 没有人听 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有毛病 劈头散发 两眼冒着火星 就觉得是个女疯子 卡森德拉 就是这样一个先知 哎呀 我后来就觉得 很多先知不正是这样的吗 他们说一件事情 明知道要这样 结果 别人不理他 我们不讲三峡了 三峡这个话题太敏感了 我们讲梁思成 这个话题可以说吧 梁思成当年 跟林徽英两个人 哭着喊着 说你们不要拆北京的旧城啊 谁理他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哪里懂得新中国要建设 好 现在后悔了 可想而知 当时这些人心里面多么悲凉 就像我自己 不能跟这些先知相提病了 对我一个体会 当我来到这个白地城下 来到这些古镇的时候 我说这个古镇不能淹没呀 谁理你呀 你算谁呀 淹了就淹了 水涨了就涨了 我那有什么用啊 我后来一理解 希腊神话 圣经啊 不是随便乱写的 他写一个人 这样的人世世代代都有 这样的情怀 这样的悲剧色彩 古人早就意识到 好 我就跟大家讲 有一个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 我一直不知道卡桑德拉大桥 是什么意思 你们有人看过吗 看过吗 特别棒的一个电影 索菲亚罗兰演的 还有那个腔布伦大夫 是演的 哈利波特那个老头子演的 这是最佳阵容 还有OJ Simpson 那个美国那个杀人的 橄榄球明星 在里面演一个黑人警长 他那个黑人警长 演得如此的善良忠诚 以至于这个 杰布森杀了人 我还是对他有好感 他那个演的角色太好了 那么一个好的电影 他演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他演的是一个 讲一个国际恐怖分子 两个人 去这个 去这个 国际的卫生署的一个 瑞士的一个 大楼里面 就是国际卫生组织 一个大楼里面 发动袭击 结果被人家发现了 一个歹徒被击毙 另外一个人呢 不小心 打破了一个 肺鼠疫的 一个病毒的瓶子 身上染上了一个 美国人研究病毒的一个 研究化学武器的一个 一只病菌 叫肺鼠疫 他带着这个病菌 就逃出来了 逃出来就上了火车 上了火车以后 就把火车周围的人 就传染上了 当时 美国军方得到了命令 就要把这个列车 窗口全部封死 就准备让这个列车 人间蒸发 本来要开往斯德哥尔摩 让他改道 开到卡桑德拉大桥 在波兰的一个废弃的铁桥 让他这个栽到桥底下去 摔死算了 就把这个火车全部 窗口用这个铁 铁条封住 这个故事就讲这个火车上 有一对情侣 有作家和他的前夫 有各种各样的军火商太太 还有医生 各种各样的人 在不同的包房里面 还有一个生病的小女孩 还有一个犹太的牧师 还有一个追逃犯的警察 就在这个卡桑德拉大桥 就讲这个列车行径 然后他们知道了 这个消息以后 他们就要自救 他们就要突出这个 重围 要把这个火车 窗户打开 要跳下去逃生 而且这个川普伦大夫 最后和几个医生 一起想办法 用高浓度的氧气 把这个细菌就杀死了 发现这个病菌是可以杀灭的 整个这个电影非常好 扣人心血 一方面这个火车不停地开 开向什么 开向卡桑德拉大桥 开向毁灭 另外一方面 这里的人要自救 要和这些军方的人斗智斗勇 最后这个火车被炸开 一半留在了陆地上 另外一半掉到卡桑德拉大桥 很多人死了 我还记得那个特技镜头 铁轨穿到人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小时候看的很 七六年的电影 哎呀 非常的进行动魄 我们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看 看了好多遍 都觉得这个电影很有意思 但是这个电影卡桑德拉大桥 它原意是 卡桑德拉 The Cassandra Crossing Crossing是桥的意思 结果就有翻成什么 今天夺命案 什么鼠 什么鼠疫 今天什么大鼠疫 列车夺命案 如果这么翻译 如果这么翻译 这个电影就给毁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不是一个文字的差别 是个思想意识的差别 我一直到今天早晨 我看卡桑德拉的故事 我突然一想 哎呀 这个卡桑德拉 是不是那个卡桑德拉大桥啊 结果我一查 偏写完全一样 意思完全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斗胆的 负责任的说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虽然我没有任何考证 我敢肯定 这个卡桑德拉大桥的意思 就是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女神 也就是说 他预言灾难要来了 可是谁都不相信他 灾难就在那里 他在默默地呼喊 劈头散发地告诉人们 你们不能往那里去 你们不能那么干啊 灾难要来了 谁也不听 最后大家一起走向毁灭 想想看 大家要理解了卡桑德拉 这个神 应该翻译成卡桑德拉 不管翻成卡桑德拉 还是翻成卡桑德拉 不要紧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电影的名字的翻译 应该和希腊神话 这个女神的名字的翻译 要统一起来 所以我就很惊讶 这么有名的一个电影 中国人不下两三亿人 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我相信 不超过十个人 把这个 我也不能这么快 不超过一百个人 把这个卡桑德拉女神 和这个电影名字 结合起来 这么多可惜啊 我到今天早上才发现 所以我就在理解 当我发现了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后 我们再去看这个电影 它的意欲不一样 什么意思 它的时空概念 它的丰富性 它的层次感 大不相同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